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介绍这个八字 庚层庚层 魁宠 魁宠 这个提问者他是在说 他的八字是不是特殊格局 很多人总是这样 看到自己的八字什么多 就开始就说自己的格局是不是很特殊 其实在五行派没有特殊格局 一切就是回归五行流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八字 这个八字天干为耕金去生癸水 他的地支为尘土 两个丑土 两个 这个就是他的一个八字的情况 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是他的一个官运 所以他的官运来讲的话 不能够少于四个 他一旦少于四个 他的官运就不好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陈酉和、子丑和 还有尹木来克尘土 这些都会让他的一个官运变差 然而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到 这个八字他并没有财星 所以他八字没有火 这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下 他八字没有火的时候 他的一个状况 出现火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天干为丙丁火 丙丁火来讲 丙火可以用丁火会被克 地支为五火四火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都可以用 所以其实他的一个财运来讲 除了一个丁火不能用以外 其余的都可以 所以各位都是一样的批法 不管你的八字看起来多特殊 他一切都还是一样回归五行流通 去判断鸡凶 没有的还是一样等他出来 所以各位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在五行派来讲 所有的八字他都是一样的 并没有说所谓的特殊不特殊 只要回归到五行流通 大家都是平等的 所以各位 这个就是很多人在学八字 总是会自己在那边幻想 我的八字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那我以后是不是会有不一样的成就 其实绝大多数都是自己想像 因为在五行派都跟你讲 不管八字长得如何的 特别 其实他都是一样的解法 既然是一样的解法 就表示 大家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这时候 既然所有的八字都是很普通的情况 就是看谁掌握的好运多一点 这样子你的成就就比一般人高 假如跟大多数人一样好坏都有掌握到 那就是平平淡淡的 假如都是掌握到坏运 那很抱歉 你就是可能一辈子就很凄惨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有空方老师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